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美国纽约 今天是美国时间的星期二 也是一个对美国选民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今天就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正式投票日 可以看到在我背后的投票所现在才早上 很多人就已经出门赶着要在上班之前来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 而美国总统大选其实是有这个提前投票的制度 这次的提前投票是在10月26号到11月3号 很多人都已经选择提前出门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 可以看到如果你提前投票的话 在纽约是可以领到这样子的贴纸 上面写着I voted early 也就是我已经提早投票 所以可以看到在上礼拜已经有很多人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 po出这样的贴纸 也是在呼吁自己的朋友圈赶快出来投票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很有趣的现象是 很多纽约客其实很早在心中就已经有了命定的候选人 他们在提前投票第一天就有超过14万名的纽约客 提前出门投下了自己手中的选票 14万这个数字是比4年前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还多上5万人 所以可以看到在全美的选情来看 这次两党的候选人选情非常胶着 不过在纽约这个民主党深蓝铁票舱 还是有很多人在一开始就已经选择去投下手中的选票 不过把这个数据拉到全美国来看的话 这次的总统大选在全美国有2亿4400多名的合格选民 不过在这次的提前投票当中 只有大约7800万7900万的选民 提前去投下了自己的手中的一张选票 其实呢除了选情非常胶着之外 很多人就是认为说 两党的候选人对他们来说 都不是心中最理想的状态 所以他们宁愿犹豫到最后一刻 也就是要等到今天才赶快来出门投下选票 而在美东时间呢在纽约 今天投票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开始 可以看到我背后的投票所 还有全纽约各大投票所 都已经陆续涌现这个投票的人潮 不过秩序是非常良好 也不需要等待太久就可以进入这个投票所 来投下自己手中的选票 而最后呢今天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很快结果就会出来 到底是贺锦丽可以守住白宫 还是共和党的川普可以夺回政权 很快答案就会揭晓 我们也会在纽约为您持续带来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